馬路上一個深紅色的網袋 突然自己跳動起來 這到底是什麼 仔細一看 原來是七隻青蛙被困在袋子裡 試圖掙脫管控一起合力跳到馬路上 有趣的是陸陸續續有汽車經過 他們還會等車子過了再往前跳 原來22號雲林張小姐的爸爸 原本要燉青蛙攤給孫子們補身體 沒想到早上起來 一整袋裡面的七隻青蛙不翼而飛 但要監視器後才發現青蛙們非常團結的 一路從家門跳到馬路上 最後被路人撿走 而張小姐說這些青蛙是爸爸的客戶送的 爸爸一想到青蛙不見 沒有辦法給孫子們補身體 覺得很可惜 才會PO文請求網友幫忙尋找青蛙的下落 幸好民眾找到將青蛙歸還 青蛙現在咧 找的已經死掉了 這麼聰明的青蛙怎麼還是把它吃掉了 那個爸爸就說逃跑死這一條 七隻青蛙從早上出走 沒想到下午被人巡迴 集體逃亡的行動宣告失敗 記者廖文斌 韓志欣 劉慧與雲林採訪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欣賛 間不見 請 每個更多 始終 過於 感谢观看